癌症持续多年 残联国人的十大死因之首 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 治疗癌症已经有相当好的成效 尤其只要是越早发现癌症的病灶 越早治疗 存活率都相当的高 因此花莲县卫生局呼吁民众 要定期做健康检查和癌症筛检 尤其是健保给付的免费试癌筛检 符合资格的民众 千万不要忽略了 人人闻癌色变 但是随着医学进步 只要早期发现癌症病灶 早期治疗 存活率都能够大幅提升 尤其是健保还给付了 四大癌症免费筛检 卫生单位提醒民众 不要忽略了这项福利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四癌筛检 就是我们的口腔癌 子宫颈癌 卤癌 还有我们的大肠癌 尤其是我们的大肠癌 最近这几年 它的发生率是节节往上升 它可能成为我们的 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 或是第二名 那一样口腔癌 还有女生的子宫颈癌 这个卤癌 也是在高发生率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在一个乳癌筛检的部分 那我们是针对55岁以上的这个女性 那来做乳房的筛检 那但是如果你是初次这个检查的话 那可能就45岁以上 那就可以做癌症乳癌筛检的这个检查 那如果说你子宫颈癌筛检的话 我们是认为30岁以上的女性 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 每三年做一次这个抹片的检查 这对大肠癌的部分 我们所以是55岁以上的年纪的人 可以来接受检查 那对于口腔癌的部分呢 那我们在20岁以上就可以来做检查 所以其实在这个不同的年纪 只要你符合这四癌筛检的标准范围之内的话 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乡亲 去我们的医疗院所做检查 子宫颈癌、乳癌、口腔癌、大肠癌 都是目前最容易发生的癌症种类 而做这些筛检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民众可以直接前往各大医疗院所 或者是各乡镇市卫生所 拿着健保卡就可以接受检查 花林县卫生局呼吁 符合免费检查的民众要定期前往检查 如果发现有异常 也要接受专业的医疗团队 来进行治疗追踪 勇敢地面对癌症 做正确的治疗 才可以早日恢复健康的生活 借理会幻市报道